我们再看回到市场方面 那么今天已经来到了 新丑牛年的最后一天 市场也非常憧憬 在节后是不是会有一个 更加好的经济复苏的表现 而最新的国统局的数据出炉 背后又反映了哪一些经济现象呢 现在我们来立即连线 建英国际董事总经理 首席策略师赵文利先生 来为我们解读 赵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首先祝您新年快乐 我们先看到数据方面 国统局公布的 内地1月份官方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PMI 由上月的50.3回落至50.1 但是连续也是三个月 起50的胜衰分界线之上 在刚刚公布的另一方面 就是1月份的财新制造业PMI 从12月的50.9跌到了49.1 跌破了融枯线 创下了2020年3月以来的最低 也凸显了中国清零政策 替经济带来的一个下行的压力 那么您觉得这组数据 两组数据都反映了哪些现象 那么下行的压力会怎样 才能够得到一些缓解呢 从官方和财新的PMI的反映的趋势来讲 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因为两个PMI的采样的范围不太一样 官方是以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为主 而财新的PMI是以出口型的企业 相对规模比较小的民营企业占比也比较高 所以从这个数据的反映来看 一个是官方的PMI数据还是在融枯线以上 虽然比上个月回落0.2个百分点 但是整体的回落的幅度还是比较小的 那么其中的生产指数还是比较好 维持在50.9% 是连续三个月比50要高 那么从这个需求这一端来讲 新订单指数的下滑可能是更加显著的 特别是从财新PMI反映出来的 这个出口的订单指数来讲 那么下降的速度比较快 可能跟最近的海外疫情的这样一个快速的发展 和这个环球贸易环境的一个变化 应该是密切相关 那么从大中型和这个小型企业的表现来看 那么大型企业的景气度相对比较高 所以从官方的这个数据来看 大型的企业的PMI维持在51.6% 甚至比上个月还要高0.3个百分点 那么从稳重长政策的这个起效来看 可能这一块的反映也是最快的 但是中小企业可能在政策的这样一个传递的过程中 受益的速度相对比较慢一些 所以我们看到中型和小型企业的PMI数据 还是比上个月要低0.8到0.5个百分点 那么从更长期的中长期的企业的预期情况来讲 还是比上个月是有所改善的 所以不管官方还是采信PMI数据 大家如果向前看 特别是过了春节以后 大家预计这个稳重长政策逐渐起效之后 那么经济向着这个更好的发展 以及疫情得到一定控制以后 我们觉得下半年整体这个全球 中国经济所向平稳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现在大家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么就是现在进入了这个经济增速下行的一个阶段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期呢 中国债券市场是进入了一个偏低利率阶段 央行在降息之后 各类债券资产收益率是进一步走低 那么资产荒的现象是越来越严重了 有观点就提出说 当前中低评级的银行永续债和二级资本债 有不小的投资价值 那么对此您是怎么来看的呢 一方面的从全球的流动性环境来讲 虽然中国和美国短期的货币政策 有一些分化的情况 但是全球主要央行的利率都是在逐步的下上加的 所以从全球的利率环境来讲 在未来几年可能这个利率水平还逐渐往上走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从这个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 银行的这些这个永续债和二级资本债呢 它更多的是面向机构投资者 所以从这个风险回报的情况来看 一些高评级的或者中高评级的这个银行的次级债和这个永续债等等呢 我觉得吸引力还是比较高 那么对于这个以往的情况来讲呢 可能市场上比较关注的应该是包商 包商银行 那么它的二级资本债呢 曾经出现过全额减减 所以就是说整体市场的风险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可控啊 偏低 但是从过去一年 那么房地产相关的信用风险逐渐上升的情况 以及地方商业银行整体的这个充足率相对偏低的情况来讲 但这一块的投资呢 还是应该是比较就比较有选择性 那么从这个 我们看主要的参与的机构来看呢 银行理财啊 包括这个一些企业年金保险公司等等 还是比较多的投资在银行的这个 银行的永续债上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 资产配置的价值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 但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在投资的这个过程中 可能针对不同银行的这些基本链 做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些这个资本充足率的这个审查 那么做一些区别化的投资 我觉得这个重要性还是非常高的 我们最后再看到宏观方面 就是中国经济在新冠疫情期间 可以说表现得非常出色了 但是呢现在也面临着增长放缓 和金融市场波动的一个双重压力 那么结合最近也是公布的这种经济工作会议 所释放出的一些信号 同时大家也可以说看到啊 非常憧憬就是虎年的一个经济复苏 是不是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希望 那么我们投资者应当在这个情况下 怎么调整一下自己的投资部署 那么未来短期的发展您是怎么看呢 应该说从过去几个月的PMI数据反映的情况来讲 经济是在有下行的压力啊 但下行的速度呢 并没有之前市场担心的这样快 但是呢如果看到这个全球的经济 全球疫情这样一个发展来讲 今年的这个经济下行的压力 特别在海外这块还是比较大 特别最近呢大家对美国经济 那么未来这个经济下行的幅度啊 甚至向衰退的风险的担忧呢 越来越来越大了 所以海外呢可能是一个滞胀风险 越来越高的情况 那么从中国经济来讲呢 春节前啊 因为一个季节性的变化 就是春节前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工业活动啊 特别是冬奥会 这个这个召开前 那么一些华北地区的工业生产可能要暂时 暂时这个停止 所以整体可能对经济有经济有一定的这个 就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从稳增长政策 未来的一个方向来讲 我们看到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呢 这一块是不断的在加码 而且呢 央行也好 财政部也好 未来呢 可能这一块的力度还是会不断加大 所以我们预计呢 就是春节后 整体经济呢 还是会这个 还是会逐渐趋于平稳 那么可能第一季度的增长 相对来讲会偏低一些 但是从全年来看呢 前低后稳的这样一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从未来的三驾马车的主要变化来讲的 消费应该在疫情得到这个比较好的控制之后呢 还是会逐渐的向这个比较正常的水平回归 那么从这个出口来讲的 上半年可能在全球疫情还是处于一个比较 这个比较恶化的情况下呢 那么海外的订单维持的还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一旦呢 海外这个供应链会恢复的比较好 那么下半年可能出口的压力也会比较大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从三驾马车的情况来讲 固定资产投资这一块呢 我们看到今年制造业的投资 还是比较要强一些 但是从房地产投资在今年来讲呢 可能下行压力会比较大 我们初步预计呢 可能房地产投资的相关活动呢 在今年第二季度啊 或者更晚一些时间可能才会见底 那么从国家财政和这个十四五规划的 重点的财政投资的方向来讲 可能一方面一些关乎民生的 这些这个三农相关的 一些水利工程啊 包括保障房建设啊 包括十四五相关的一些 这个重点工程吧 特别是一些绿色能源和新机电相关的 这样一些投资呢 还受惠率会比较大 所以从今年的这个三驾马车的情况来讲 可能投资还是要肩负起比较重要的 稳增长的一个功能 那么可能从更长期的情况来讲啊 那么全球走出疫情以后啊 能中国在这个加快实施啊 这个新阶段高质量增长的战略之后呢 我们觉得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啊 那么经济重新回到一个平稳增长的轨道的 可能就还是比较高的 好的 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赵先生呢 这一段时间为我们带来的一个 很全面的解读 也谢谢您这段时间与我们的电话连线 好的 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